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口的不断增长,我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,我国虽然是个能源大国,但是可再生的能源用一点就会少一点,我们只有发掘开采新的能源才能满足需求。 在我国的内蒙、山西、福建等地都已经发现好多矿产资源,但是很少从西藏发现宝藏,西藏面积有122万平方公里,这样大的面积仅次于新疆。 30年前,我国的开采人员就听说这里有西藕矿,但是苦于当时的技术落后,并没有找到任何矿藏。 前不久,在这里的牧民在这里放牧时,发现西藕矿藏。 经过专家的鉴别,在这里发现了近27个矿产集中地,其中就有被号称能源金属的锂矿,有中国极为短缺的铜矿,还有铁矿。 根据目前的开挖情况,西藏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大矿藏资源能源之地。 中国发现这样的矿藏资源,许多国家都是非常羡慕的,像旅我国最近的日本,提出能不能多卖一些给他们? 而相关人士回答,这些矿藏,先要保证我国国内的需求,这个资源的分配是由我国自己决定的,至少卖给谁我们会做出考虑的。 亲爱的网友们,你们说,日本提的这个要求,我们能答应吗? 感谢大家, 让我们想做た本节的这个要求,我们说的参加和万有的利益低音乐观点,我们自然是在载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取消的铁矿。 我们说这些要求,我们能不能找到铁矿子中,我们能不能够取消的一个这个需要求,即使我们的挑战性能量是不可说的,秘境为止。 感谢观看